欢迎收看这一期国度新报综合报道 第573期新闻重点 首先为您介绍 目前已推广到全世界67个国家的全球启发监狱事工 于14日下午在台北真理堂4楼举行 全球启发监狱事工意向更新特惠 监狱启发创办人伟爱美牧师 原是个负责照顾艾滋病患的护士 却在音乐机会下接触了监狱事工 维牧师表示 监狱启发课程其实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 基要真理 我们分成十周上课 内容包括 一团契 大家同在一起用餐谈论基督耶稣 二读圣经 三小组讨论并祷告 看似简单流程 却造就许多监狱重刑犯的生命 他也谈到 该事工让许多监狱中的扫罗 成了传扬基督福音的保罗 此外 第十二届青年宣道大会 自七月八日起 一连六天在中原大学举行 因台风来袭拆派闭幕礼 临时提早至十二日中午进行 校园团契文字部社长 黄振华牧师 在诗歌结成献上的旋律中 呼召台下青年学子献身 许多清楚全职呼召的青年人 在座位上站立起来回应神 会中 黄振华牧师提醒学员 宣道不是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宣道是属于神的 是由他开始 我们是受邀与他同工 在当中经历他的信实 所以要问自己 我小小的生命如何融入神 宣道的伟大故事 我们常陷入环境的难处中 要常来到神面前与他连结 就可超越 就可重新得利 另外一则谈到热岛效应 学者指出过去百年来 台湾都会区的增温 比其北半球增温高出二倍 明显是受到热岛效应的影响 本报专访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汪中和博士 谈气候变迁下 基督徒当有的回应 汪博士说 气候暖化的挑战非常大 影响层面非常广 若非全球每一个人都洗手 是无法达到所设定的目标 未来全球因天灾迁移的人口将数以一计 汪博士曾在媒体中呼吁疏散台北人口 台北除了高温还面对强降与地震的挑战 在如此高风险的地方 当灾会一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呼吁基督徒要成为好管家 不要浪费神给人的资源 生活中要有好见证 做主忠心的仆人 以上就是本期国度复兴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